2020年4月14日,星期二,清明第四一天, 这一天完成了加拿大的疫情补助申请。 整个的申请过程是这样的。 输入,先找一下CRB Application。 那么出现的第一个网站,加拿大政府网站,CRB。 那么我们就把第一个网站点进去。 就是这个。 这个是通过税务局的账号。 这个过程,相信大家关心的人和符合条件的人,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注意两点。 多了,大家都知道。 注意两点。 注意哪两点呢? 一个呢,如果通过税务局的,就不要通过那个Service Canada。 就是这个。 有效日期啊。 合规的日期就是至少14天。 就是申请日。 比如我今天申请日,必须有14天的这个停止工作的。 已经停止工作的这么一个期限。 这是一个关键点。 如果不到14天,那就再等几天。 再一个。 哪一天申请呢? 是这个。 决定最好的一天。 来申请。 就是呢,它是根据这个,因为申请人很多。 它就根据你的出生的月份。 对我来说,四五六。 申请日,那么就是礼拜二。 4月14日。 4月14日。 接下来的申请很快。 也很简单。 然后很快就,就结束。 这是申请成功的。 就是这次,我们有点把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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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成功的 递交你的申请 哪个期限呢 4月12日到 5月9日 你会接到2000块钱 在三个工作日 就直接打到 凯利的账户 跟他相连的 就不要寄支票了 这就是一个 很简单 这过程非常简单 非常快速 好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尽快的申请 根据几个要点 尽快的申请 好 再见 再见 对 OK